车祸现场 虎泥土一半车 右侧轮胎掉落到水沟 整部车横躺上壁 马路上清晰可见 拖椅十公尺长的刮痕 有民众第一时间发现 并协助救援 当时车子还冒着白烟 见车上还有人 赶紧把人救出来 打过一边的玻璃把他拉出来 他脚步还能移动 出来的时候脸色就很苍白 然后就慢慢慢慢就蹲下去了 就没有力量了 救护车来了以后 他还好看到救护车有点兴奋 然后我们把他抬上车 再处理现场 不幸翻车的虎泥土一半车 原本是要从玉璃运送虎泥土 到长边上的建筑工地 过了一场隧道之后 一路就是下坡弯道 驾驶李信竹人说明事发当时 因为刹车突然失灵刹不住 炮灰掉落伤骨 只好其中甚至撞伤臂降低可能伤害 联系下坡的原因造成刹车骨可能过热 过热才会运气的 那你那时候就是发觉到有这个状况 说你怎么应变 来不及了 只能撞右手边 只能这样而已 这期翻车意外 迷途一半车严重损坏 而驾驶李信竹人也受到极大撞击力 就骑之后立刻送往医院 胸部受到撞伤 目前还继续留在医院观察 接着法务台东长兵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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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